各位婚姻 大家好 我是陈美国 我是观看今天的十个切丝的婚宁新闻 毕业部设计婚宁跟台中的合作关系 台中市长林家梁 十个切丝的保持参与社区团队来跟婚宁拜访 并且签业科学议题的合作比方论 林家梁市长跟婚宁管理政友 两个人都表示近期来日空一千年的婚宁就要基盘台湾定会 涉到来日空一百年 台中也要基盘世界会会破烂会 只需要多公民的合作和支援 由于需要等时间合作的宽宝预计 更加需要中部关系共同配合 一台有婚宁 台中市立民家梁特别用婚宁向亲切的心愤来保甘情 比较受到婚宁管理政友 热情接待 谢谢 为了要超前婚宁管和台中市的合作发展 台中市丢林家梁当年持户团队前来婚宁拜访 并且签业科学议题合作方案 初步的针对观估和冬産品 亦还有食品安全作业交流 还会继续来关心环境和流行一般的共同风力 我们中部过去是比较被忘记 讲说中北侵南 但是往往就跳过我们中部 所以我们要自立自强 那就从我在竞选的时候 我跟李县长 我们互相的帮忙 就有提出 未来台中跟云林要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也说套过这种基地的合作 包括关于环保的政策 大家尤其是中台湾 我们希望能够采取一致的政策 能够来改善我们的环境和品质 其他要有很多问题 包括实际盘的问题 台中市丢林家梁表示 台湾有分作北东南 但是中部率是常常让人跳过的地方 因此跨国的合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青春日空一起台湾定会在困林 日空一把世界会与波兰会在台中 就需要共同合作 需要互相支持 我想对云林最重要的就是 近期要办的 2017的台湾等会 对台中要办的就是 2018年的世界华国 可是这两个如果一开始就一起行销 一定相互的拉台 让我们很开心 如果北京这些困林官 大家共同来行销 在观光领域的部分 尤其是将来 我们面对2017的台湾灯会 2018的台中的世界华会博蓝会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台中和台湾的关系的发展 并不公开 合作成观光商业很大冲突 跟上公民党管市长全都台湾发展 任家梁市长和困林官党李金庸 也都表达出意见 两人都认为 台湾是一个政体 观光发展不应该有政党差别 要够哭也含着 在这里面感参与报道